2024总统大选 势在必得的国民党输了快100多万票 外界归咎败选原因时 总少不了马英九的这段话 马英九都外媒强调 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对于两岸关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双方要创造和平相处的局面 不使用到武力 记者追问他 是不是可以信任习近平之后 留下这一段争议的发言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高达75%的民众不认同马英九 而认同的仅12% 此外也有过半民众和赖清德一样 反对习近平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而针对统独倾向的调查 认同台独的超过四成 维持现状三成三 单纯以这个质疑来解释 当然怪怪的 就是说我们表达我们的诉求 可能这个频率要对 如果频率不对 就鸡同鸭讲 这个没办法变成一个公司 所以你个人是支持九二共识的吗 我觉得那个是以前的历史 那历史到现在 它是需要被调整 不见得适用现在的环境 马英九说 我们要信任协近平对不对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他 他对 连近国家都可以侵略 我们不敢自信就对 九二共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认同吗 我不认同 怎么说 因为没有九二共识 我们台独不讲究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 是不为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了 赖清德总统所递出的一个 善意的感恩之 我们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审慎思考 在对等尊严交流 沟通的这个状况下 来改善两岸之间的关系 让两岸人民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台湾人透过选票支持赖清德的两岸论述 也是中共当局一个思考的机会 是否要修正过往文攻武嚇 经济封锁的对台策略 明星文综合报道 传承着